国内儿童接受电脑断层检查的服射量偏高 根据园能会的调查显示 有43%的医疗院所 服射剂量都超过了美国放射线学会所建议的标准 恐怕会增加致癌风险 这一台仪器就是电脑断层检查仪 用来检查病人是否有癌症的病变 现在就传出国内对于电脑断层检查的辐射量剂量 没有定出上限 如果年纪太小的儿童在做这种检查时 可能会有过多的辐射量 有致癌的风险 电脑断层这个检查 它是一个辐射线的检查 对 那比较担心是说 辐射线这种东西就有点像机率效应 你如果铺射越多越高 那对小孩子的 对我们 我们铺射越多 我们致癌的几率就越高 因为儿童的体积较小 体重较轻 应该要使用比成人较少的辐射量才对 但目前国内完全没有定出 使用剂量的参考值 根据原能会最新的调查发现 国内43%的医疗院所 对同样是五岁以下的儿童 在使用电脑断层检查的估计使用剂量 竟然都超过美国放射线 学会所建议的25毫细浮的上限 有些辐射的剂量高低落差 还高达五六十倍 因此原能会计划在明年初 原能要诊断总要照出这道可以看的嘛 可以看得清楚嘛 对不对 你如果说诊断完了 因为计量太低结果看不清楚 结果没达到效果 所以在台湾实际上在超度的时候 大家认定说可以看的标准 看得到的大概是多少 那我们大概会取权大概是七成啊 七成都同意那个数值 对不对 那个界限做一个称号 不过原能会也强调 儿童电脑断层检查的辐射量 建议安全参数只能够作为医生的使用参考 因为根据病人的个别病情 年纪体型辐射量也会有所不同 建议父母要注意孩子在照射电脑断层时 要主动要求医院做好每个部位的保护 三岁以下的幼童 最好不要接受放射线的治疗 记者黄契安 串福财 台北报道 在英国创刊将近20年的杂志 The Big Issue 下个月将在台湾发行中文版 这本杂志很特别 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台湾 都只有街友才能够贩卖 目的就是为了让街友们 有一份工作和收入 只要每卖出一本100块钱的杂志 街友就能够赚到50块钱 这本英国杂志The Big Issue 跟一般的杂志没什么两样 来自台湾的国际导演李安 也曾经上过这本杂志 但是在英国这本杂志 只有街友才能卖 现在The Big Issue中文版 下个月也要在台湾创刊 一本100块 街友卖一本现赚50块 十本免费的他拿去卖完之后 他就有第一笔钱了 那他再来我们的发行站的地方 继续来买 但是他跟我们买 其实我们是用一本50块钱 卖给他们 就等于说他每在外面卖出一本 他就可以赚50块钱 台湾是这本杂志 全球第九个发行地 引入这个模式的李曲中 原本是网路人 创立过乐多日志 引进这本杂志 就是想尝试一种新的社会企业形态 那他跟一般杂志不一样 是我们之所以叫他做 社会企业杂志 是因为他跟游民的工作 把他结合在一起 知名画家吉米也创作海报 用行动表达支持 杂志4月1号发行 未来会在台北县市各捷运站出口贩卖 许多街友也已经开始上课 接受值钱训练 他最起码给我们一个机会吧 让我们可以有一点点收入 长期服务街友的民间团体 也对这样的模式充满期待 杂志他兴朗期待 同时也给这些人有这种 自食其力的一个机会 街友卖杂志 民众花100块 看起来像是在帮助弱势 不过出版社强调 杂志的内容很丰富 这100块绝对物超所值 记者许干资许正俊 台北报导 您还记得20年前 搭火车的时候 有一列专用的餐车吗 现在这个服务 又要重出江湖了 台铁决定在5月份发包时工 10月就可以正式上路 提供旅客减餐跟咖啡的服务 也重温当年的记忆 在火车上肚子饿了 除了可以在车上吃铁路便当 现在台铁还打算推出火车餐厅 让乘客可以一边搭火车看风景 还可以一边享受在餐厅用餐的乐趣 但是民众的接受度如何呢 台铁它有名就是便当 对 就是已经 那个已经算是它的招牌商品了 所以我觉得对我那样就够了 短程来讲的话 因为时间太短了 偶尔自己会带零食上来 在长程的过程当中里面 你用长时间比较长 才会比较有兴趣去使用 这是20几年前的台铁火车餐厅 车厢内除了有一般方形桌椅 窗屋旁还有一整排的高脚座椅 但是后来不堪亏损 民国79年就停用了 近年来台铁推动的观光列车 大受欢迎 光是去年就有7万8千多人搭乘 经过评估之后 决定将两辆举光号客车 改造为餐车 附挂在对号列车营运 每辆餐车可提供32位旅客 减餐和咖啡等服务 基本上这个餐车的设计是朝着比较温馨 等于休闲旅游的这个方向来 所以我总结起来就是能够增加我 那个邮轮式列车的它的整个满意 台铁表示餐车改造费 每辆大约300万 预定5月发包施工 今年10月就可推出使用 只不过在餐点部分 基于安全考量 火车上不能热炒 主食几乎都是微波调理食品 这次台铁餐车重新出发 能不能顺利转型成功 还得要经过市场考验才知道 记者赖水美张国良台北报道 动动双手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王小叔 今天来学跟大自然有关的手语 皮肤太干燥的话 可以擦点乳液 手语的结构是 皮肤干 擦 乳液 擦 干燥的笔法 口干舌燥的时候 自然伸手摸喉咙 想要喝水来止止渴 皮肤太干燥的话 可以擦点乳液 皮肤太干燥的话 可以擦点乳液 脂肪太干燥的话 可以擦点乳的话 非常好 碍 水処的水処